这周微博已经确定和谐大嘻哈时代了 我就尽量更新中国人的看法与观点 EP5跟P6两集来月 其实中国人对这凭借是不错的 智货的人慢慢知道 什么都可以讲 可以尝出什么不同的人类 他觉得很怪 我们觉得挺正常的 让我们看一下未说不多的评论 Pink中很调 但大家都是阿尔敏Pink中有不少西文词 真的太帅了Pink中全部都是 Elemi感觉他们做的都不是整首歌 都像半成品 感觉慕有考虑到结构性 这敬畏个人感觉 因为他们各做各的 大家都是Ademy这个节目 真的不在乎收视力 不考虑每个rapper擅长的讽格 忙抽一个曲讽自由发挥 出来的成品感觉就是三叉不姿 缺乏完整性 虽然确实在考验选手 但不考虑观众的观感也是无欲了 以后会是我吗 我觉得很好啊 不像新世代哪些 节目一样都是旋律 我感觉台湾省的BIMBAP 还设可以的有感觉 裸却这张砖真的太调 年度最佳 坐等明年惊起精英线 七郎太甚 那个beats太炸了YAPPI时 再太帅了太难了YAPPI技巧音色 都是上乘 如果接下来的词能带多点故事 就非常有机会 Black Meek是这一场的MVP 可以上传POPI的Cypher 妈 这档节目小制作 看起来真的就很油管粉 这制作 一定是零几年做的最好的节目 我知道我为什么更喜欢对岸的嘻哈 因为他们真的很注重 歌词传达出的讯息 不是减善的词早堆叠 而是注重词与词之间的连接 和化学反应 反而觉得为了想 对岸的嘻哈很多 为了想表达把歌词塞得太密集了 减善而又能打动人的歌词 才是最好的PUNK B这嗓子吼得也太近了 顺便阅一下这组的Beat真的赞 但是美族感觉Beat的品质深差不滋的 复活 Jagros和T都轮不到汤杰和Q毛1 不是很理解KG我的感觉和Q毛1很像 他写词挺有意思的 但是及我的感觉就是 他写的歌挤别人来唱会不会效果更好 我向大嘻哈时代道歉 看了别的节目之后 觉得大嘻哈时代真的还不错 今后应该是再也上传不了 大嘻哈时代的视频了 被系统自动删 除了这个Pinktron搞怪他第一名 看台湾地区的大嘻哈时代 一直在按快进 真正出彩的人很少 怪人缺很多 台湾地区的乐唱 如今落后那个N多倍 台湾地区比绝好的Hipop音乐人 制作人在金举奖名扇上找 这没错 你懂个P 评审席里面就有金曲奖制作人 麦开拉很有东西的话 有空的可以去听听他作品挺棒的 环友不是台湾水准差 是很多顶尖的选手莫来身家 其实好评蛮多的 真的会想看的就是会想看 这档节目到现在算不错 及我真正的嘻哈节目 不要跟我讲什么都是情歌 快嘴同志性高的选手 这档是海纳百川 之后有看到有趣的评论 环是会持续更新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就不过在这一边的评论 也许可欣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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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可欣赞订阅